张委员好 稳健多了 应该是非常了解相关的业务 这也是 也是这一年中应该是很努力 才有今天的成果 也蛮好的表现 不过最近几年 我们国片的票房 有了明显的成长 这个好像有一两部 还超过上亿 这个票房上亿员的那个记录 像现在最红的应该就是那个什么 鸡排英雄 鸡排英雄你看过了没有 我看过 还不错吧 我推荐大家去看 那很好 我也去看过了 我是观察这个电影 包括海角七号 还有刚才讲的那个鸡排英雄 还有孟甲等等 这个卖座的这个影片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说贴近基层民众的生活环境 又能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 找不到不常接触的这个题材 所以我就觉得 这样会引起观众的性计 获得更共鸣啊 所以在这里啊 那你刚刚也看过了 也应该观察出一些心得啊 我是觉得这个认真观察的话呢 对于将来这个我们这个产业的导向 这个电影产业的导向 怎么走啊 或者将来评审也好啊 基本的制作也好啊 都可以有一种那个意见 你认为 包委员啊 基本上啊 当然谢谢 也谢谢委员给我们电影产业的支持 那台湾的电影产业在这一两年 特别是我们的国片 在几部这个票房不错的这个国片的带领之下 的确是有起飞的这个趋势 而且电影人也非常的兴奋 他们也希望说可以趁这个事啊 继续把台湾的电影产业往前推进啊 那台湾电影产业啊 这两年有一些票房不错 我想跟几个原因有关啊 第一个题材的选择 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题材 贴近民众生活的一些小故事啊 这些可以引发大家共鸣的题材 所以题材选择很重要 另外一个推出的时机也很重要啊 去年的Manga 今年的这个鸡排英雄 都是属于类似贺岁的片啊 它的时机也很重要 实际重要之外 当然行销也非常的重要啊 过去我们有很多较好的这个国片 但是它不见得有很好的行销 所以导致票房也没有那么的亮眼 那么过去我们一年 我们实际上在国片的行销 这部分新闻局也跟业者合作啊 做了一些造势的活动 我们替我们把整一年 整年可能推出的国片 我们找业者来 我们一起开造势的大会 一波一波的帮他们造势 每一次的首映会 我们都帮他做大啊 第二个呢 我们也透过电视来行销电影啊 我们啊 以这个委托电视公司来制作 介绍台湾电影的节目啊 让台湾的电影可以在电视上 被了解整个拍摄的过程 他们的故事的情节 还有导演的一些想法等等 让大家更有机会来了解我们的电影 我想这些我们跟业者 政府跟民间一起来做 我想台湾的电影产业 还是有它很具有优势的地方 听到局长这个报告 我是觉得真的很用心的去做 而且也真的融入了这个电影产业 是非常好的 也是我们电影界之福啊 继续的努力啊 那另外啊 在我们的报告书里面 第二到第三页列出 许多政令宣导的短片啊 这名字也很多啊 我在那个你们的报告书里面 行政院整体的施政成效啊 节能减碳啊 中华民国诞生一百年的庆祝活动啊 还有产业发展去促进就业 还有防治啊疾病的防治等等 但是呢 我要在这提醒 这些宣传的短片啊 就没有给民众带来深刻的印象 嗯 对不对 是 你认为哪一个有可以让人 让人有深刻印象的短片 没有嘛 所以我是认为说 这些短片啊 不能给民众很深刻的印象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短片内容不够 不足以打动人心啊 第二个呢 重复播出来的时间啊 次数不高啊 所以民众啊 对于短片的内容啊 这记不清楚啊 所以我是在建议啊 个别短片的那个品质啊 要提高 嗯 还有呢 增加曝光度 嗯 然后呢 才慢慢的 短片的量增加 嗯 对不对 所以这些呢 我是觉得很可惜啊 花那么多精神啊 没有 没有 委员可不可以 我说明一下 可以 呃 刚刚委员所提到的 这部分的确 是我们去年检讨时候 发现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过去可能 这个短片的数量比较多 但是 呃 重复播出的 时间不够多 所以停留在民众的 脑中的印象不够深 所以今年我们会调整一些做吧 我们希望 因为新闻局在这方面的资源 真的非常有限啊 我们国内处在这个 一些国内的政令宣导啦 或相关的资源不多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集中 然后呢 做比较优质的短片 但是 增加它曝光的一个机会啊 这是我们今年会改 你也知道增结点在哪 就要努力去改过 认真的去做 好不好 不要花了钱啊 就没有效用嘛 对不对 是 要加油点这方面啊 还有新闻局 刚才每个委员都说 你是那个行政单位的化妆师嘛 也是兼行政院发言人嘛 除了对媒体发布正切的新闻之外 也应该纠正错误的报道 和恶意的攻击啊 这个报告書里面 第七页有讲到说 疫情收报以反映 只做了 你们只做了 每日收集平面电子媒体 及网络社群有关行政 施政及重要的疫情 行政院院长 电子信箱的业务等工作 你们忽略了 错误报道的更正和诚信啊 所以说 我们现在也有看到 很多深历的媒体的政论节目 常常引用错误的资料 来攻击政府的施政 企图把政府的形象啊 导向说 只偏爱中国大陆啊 不照顾台湾基层啊 对不对 这新闻局 你没有特别针对这个呢 这个政论性的节目 做疫情的收集分析和回应啊 包委员 你把他听完 所以我在这里 这个你不用讲 也知道事实上有这个嘛 我是希望你能掌握着 每一个政论性的节目内容 在第一个时间的话 通知相关主委 如果讲错的话 立即澄清和说明嘛 如果你没有办法 在第一个时间来 让他们说明的话 那第二天记者会就要回应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对了 施政做的要命 然后被抹黑啊 对不对 对 而且你们现在部分的 政论性节目啊 都我们都知道 受有当事人 曾经专线嘛 是 那很多的官员就说 他根本打电话打不通吗 或者打通的资料 曾经送进去 他就自知不理嘛 所以新闻局啊 你不能够要求所有 你是不是可以要求 所有的政论性的节目 都要受制 当事人曾经专线 并且要确定 浓个接通啊 比如说 他送在那里 就给你看说 我有事 然后不理你 资料送来 我也不理你 那就 这个就没有作用了嘛 可不可以这样要求 呃 报委员 我们目前的做法 实际上 当 这些相关的 不光是政论节目啦 包括 新闻的报导 对对对 不管是平面电子的 甚至是网路的 如果 真的有不实的部分 我们都要求部会要提供正确的资讯啊 而且包括你刚刚所提到政论节目的即时的call in的这一部分 我们也会提醒我们的相关单位 当他在讨论的时候有错误的这个资讯的时候他必须要即时去澄清 但是第二点你刚刚所提到的说可不可以要求这个节目一定要设当事人曾经专线啊 以及 一定要让他接通可以说明这部分我们可能要要请教可能跟这个有关的单位 对包括NCC等等 没关系去努力啦 对我们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作法 我是觉得很多啊 这个比如说报纸平面媒体也好电视啊 把你攻击的要命 然后到最后说发现 不是发现错 他其实他 他要讲的时候他就知道 是不是正切的嘛 恶意的 然后人家来提的时候他就说好了 我道歉 然后小小的地方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 对一些人来伤害非常大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马上我们的那个中央民意代表嫌疾了总统要嫌疾了 所以在很多节目刻意抹黑的时候呢 那更加的会更加的严重啊 这我看 所以说我们新闻集要怎样办好这个你的化妆师之外呢 要把这个刻意抹黑的这个 物章的那个给他清除掉嘛 大家都公平见证啦 这个非常重要 刚才你讲说不是在 你马上可以节点回去研究看看怎样来帮助大家 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啦 还有你们新闻集的职责之一就是国际新闻 传播的那个工作 报告书里面第九页也有讲第一项就是说 安排国际主流媒体进访总统案 那我们都知道嘛 总统也好 李登辉总统也好 都喜欢利用外国的媒体 专访的时候就宣布他的重大的消息或政策 但可能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啊 还有这个用词习惯不同 常常会有错误的传达出来 所以每一次总统府或者是你们新闻集合就大发 那周章的要求人家更正啊 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最 对这个事情不要让他发生的那个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包委员 外籍媒体来进访总统这件事情 当然你所提到的 就是或许有一些对我们的国情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 怕总统在受访的过程里面 他的意识被误解的曲解了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从过去以来这两年我们发生的一些case等等 我们也去做检讨跟改进 也跟辅方这边协调 那看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总统的受访更顺利 意识的传达更精确啊 所以现在总统这方面他在接受外籍媒体的采访的作业上面呢 现在都基本上总统也都是以中文来作答 那中间会透过翻译 不管他是翻译成日文或者英文或者其他语言 这个无非就是说我们也希望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那如果有意思不精确不明不明确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以这个总统当时的中文的发言为主 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尽量避免不要误会降低到最少 这是你们的责任啊 还有你报告书第15也说 特别把2010年国际那个花卉博览会 国际文献案提出来 内容指出有邀请24个国家的专业记者来台访问嘛 获得英国啊美国啊日本啊新加坡媒体的报道 同时也在美国和日本的那个杂志啊 专业杂志也登广告嘛 所以说可以从这里看出来 你们投入很大 投入是非常很大的 所有的成本啊 不过呢 我昨天啊特别问那个花博的那个主办单位 目前花博去看的人有570万人啊 去参访 但没有统计过他的有多少个是不是我们 我们这个就外国的非本国籍的啊 没有统计嘛 所以对于花博所做的国际文献要怎样的评估他的成效啊 我觉得你哪里有办法评估出来呢 对不对 没有嘛 所以在这方面哈 因为我的时间也到了吧 两分钟也过了哈 所以在这方面哈 你好好的再去想想看哈 好这方面哈 这在